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boni skin care的boni欢迎你 你好 那这边想请boni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店名怎么会取名为boni skin care 我当初会做这个事业是因为我女儿就是我大女儿 那她的名字叫boni所以我是因为她而起名的 虽然我现在的客人都以为我叫boni 可是就当作是艺名这样子对了解 那一开始就是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之前的学经济是有跟美容相关的吗 我以前是美容美法科系但我其实原本是对美法有兴趣的 但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坚持这件事情 所以以前在当美法学徒的时候就没有就是坚持下去 后来就去当上班族对所以我以前本来就是美容美法相关科系的 所以算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底子然后再去就是承接你现在的一个事业 那一开始怎么会有勇气然后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从一个上班族然后转换到一个美容的事业 就像我一开始说我是因为我女儿我是希望我能多一点时间陪伴我女儿 那时候她才刚出生大概就大概快一岁这样子 然后就想说也想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等于就同步都可以一起成长这样子 很有意义耶这样子以后女儿现在目前已经是八岁了 对她八岁那所以boni就是成立这个品牌 女儿其实知道了妈妈一路以来 然后有她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妈妈的陪伴 然后妈妈的事业也都有她这一位女儿来做陪伴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品牌这样子 那boni在成立品牌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学习上的困难 或者是说创立品牌上行销困难啊 让你觉得比较挫折的地方呢 一开始进修的时候会遇到太多老师不知道怎么选择 所以我从一开始进修其实跟了蛮多老师学习技术 但是一定也会遇到不OK的老师 所以我最后是融会就把我所学过的技术融会贯通 成我自己一个独创的手法 对 了解 那这一边就是有没有让你觉得遇到比较不理性的消费者 然后让你曾经觉得好挫折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蛮幸运就是我遇到的客人都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比较挫折的是我这一两年开始教学这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坚持 那很多人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样子会觉得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来就是上课之后才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会遇到几个少数的就是学完之后就放弃了 或者是没有经营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现在学技术已经是最基本的 那你要怎么把你会的技术宣传出去行销出去 但如果你没有做这件行销这件事情的话 就等于是放弃了吗 放弃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教出来的学生放弃 对我来说是比较挫折的 会觉得有点像是我很努力想推动你 但是你自己一直本身都推不动 了解好 那这边想也想询问一下boni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播金的行业也都越来越多 然后青粉刺的美业也都很竞争 那你觉得你的经营理念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说企业的核心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我店里主要就是播金美容 就是结合按摩放松 然后又达到美容护肤的效果 所以我有一个标题 我IG上面都会打一个就是睡着睡着就没了 这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来 然后因为其实外面蛮多店家 就是比较来帮你做完脸 然后就是没有很放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第一个 就是我独唱的播金手法 再来就是来到这边可以达到很放松的感觉 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人压力都非常大 然后可能去到一个他想放松的地方 然后心灵可以放松 然后身体也可以达到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这样那可以请 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Bony Skin Care的产品介绍 产品吗?你说我们店里的课程 对没错 我们店里的课程就是有 呃单纯来播金 就是做脸部播金 但我的脸部播金 其实都会带到头肩颈的放松 然后再来还有播金亲粉刺的课程 另外也有播金耳足SPA的课程 还有慢慢的带入一些背部按摩跟美胸按摩 因为我是想要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压力都太大了 然后很需要找一个地方可以放松身心理 所以我都是比较属于 希望你们来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 但同时又可以达到美容 护肤的效果 就是心灵健康了 然后外我们的皮囊也跟着漂亮起来 这样子 那也想问一下Bony 就是您刚刚有提到播金是外面比较少有的手法 因为你都是纯手工的 那亲粉丝这一块也是纯手工的 然后你的手法是跟外界就是业界的朋友 又比较哪里是不一样的吗? 嗯 我主要比较最不一样的就是播金的部分 因为外面很多播金的手法都是刮一刮 也可以称是播金 但是刮的话比较浅沉 播的话比较深沉 所以还有我播的细致度会比较不一样 那亲粉刺的部分我就是 因为外面有一些是直接用吸的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方式 比较浅沉的把粉刺有点截断在毛孔里面 那这样子其实毛孔看起来会比较粗大 那我们专业的手工亲粉刺是 就是让粉刺连根拔起 那他毛孔里面清空了 你再去做后续的收敛 自然那个毛孔的细致度都会提升 了解 那这边可以请峰妮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来源 是来自于顾客吗 还是说有没有其他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 我的成就感都来自于我的老客户 就是从我一开始 食租床位一直到原本在市区 然后我的客人其实都在市区 甚至西屯北屯甚至更远的地方 那后来我搬到大理之后 他们都愿意追随我到大理 然后而且就是大家都变着像朋友一样 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那有没有曾经让你印象觉得很深刻 然后很暖心的学员 然后你觉得他是我很用心 也想要继续做培训这一块下去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 学员的部分是我目前店里的 只要在我店里的我都觉得很暖心很棒 那另外我是想说客人的部分 我觉得客人的部分 很多跟我很久的老客户都让我很感动 就是除了他们自己会一直跟我分享他们的皮肤状况 跟来到这边他们每个月都很期待来找我 就是来找我放松啊什么的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很暖心的部分 就觉得自己有服务到他们出来 让他们觉得很暖心很开心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来找我 真的就像朋友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的服务的宗旨 也是真心的 对每一个客人都像是自己的朋友一样 所以相对的他们也会特别的信任 了解 那这边可以再请Bonnie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也很期待Bonnie Skincare未来短中长期的计划 我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教学想要培训 我觉得OK的帮手 然后未来想要再回到市区开第二间店 对但可能就这一两年之后的是 因为毕竟培训学生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会比较严格的考核 真的觉得他可以接客人了 才会让他下现场 对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了解 那相信听众也非常期待 因为有非常多市区 其实筋膜这件事情 要做到很深层的手发的老师 也要很用心的寻找 那也期待就是未来Bonnie Skincare 可以再市区为很多女性跟男性造福 那这边有想要请Bonnie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对于自己未来期许跟展望是什么呢? 或者是整个团队也好 或是品牌也好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让我的独创播间的手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也能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压力都还蛮大的 很需要一个可以倒垃圾 又可以放松 又可以就是美容护肤的地方 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这样子 嗯 那之后可能会再加入其他的项目吗? 我主要还是都是以疗愈放松按摩的课程为主 所以加入的话可能只要是疗愈放松的课程我都会带进来 但目前还是以波金为主 因为我觉得我要把一个项目做到最专 对 所以之后再想想 了解 好 那这边有没有什么样想要给我们想要创业的朋友 或者是正在创业但是有点畏惧未来 会不会走的好 会不会走的远的朋友 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你只要有想 就去做 因为我当初也是 我是属于行动力执行力蛮高的人 那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那我就先去做先去进修 那慢慢的因为你走一步 你才会知道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再慢慢的去修正 就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你一直想要把它都思考到最完美的 时候再做 其实你永远都没办法 就是跨出这一步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就对了 那做了之后 只要是对的方向就坚持下去 那有没有什么心法是遇到挫折或是困难的时候 有什么是波尼之前有遇到 然后很快可以让自己转换心情 然后又可以很正面的继续坚持下去的方法 像我之前会搬到大理 第一是因为我小孩都在大理 第二是因为刚好市区那边的就是房东 原本的店面突然他们就不租了 然后我原本客人突然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很害怕 没有地方然后又怕客人 因为毕竟我们有厨职啊 或者是有一些客人的那个金流在我这边 所以我觉得那是责任很大的 那但我就换个念头想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有办法 变成开自己的一间店 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用分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换个角度去想 可能就是一个过程 过了那你就是会变得更好 对就是自己的那个专念啦 就也可能是眼前看可能是一个困境 但是只要你跨越了 搞不好又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那其实可以也在顺道 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遇到压力的时候 波尼都是用什么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 释放自己的压力 所以我本人是喜欢出去玩就是放假 但是再来就是按摩啊 我刚刚说我们就是比较属于身心灵按摩的店家 那可以来找我们 就可以释放压力 因为我们会听你们讲 可以当你们的垃圾头这样子 那这边也有曾经就是有接受到 就是男性的客户吗 其实我男生客人接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不接陌生的男客人 但如果是我的原本就是就有的客人 他的另外一半 或是他带来的客人 我就有接 对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按摩的东西 所以我会比较以女生为主 对 了解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 波尼刚刚有提到想要给一些创业者朋友 或是正在创业大家有点害怕 然后切走切看 然后有点迷惘的朋友们 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第一可能就是要勇敢的跨出去第一步 只要一直站在原地一直想 就会被自己的思绪给打乱了 然后就会让你更止步 然后没办法往前 那跨出第一步之后 只要选对了自己想要的路之后 就要很确信觉得这条路就是对的 要相信自己 那相信自己之后 如果在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等等的 那一定是可能可以透过放松疗愈 或是出去接触大自然 让自己心情赶快调试之后 我们才可以回到正轨 然后赶快的往前走 让这个品牌越来越壮大 然后也让自己的 克服困难的心也越来越壮大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Bony Skin Care的Bony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